不過前天包括苗類雲林在內的非六都縣市 卻是傳出中央配發的兒童疫苗 有出現了短少的情況 縣市首長提出質疑 而指揮中心澄清 到五月三十一號 已經配發九十多萬劑的輝瑞BNT 給各縣市 數量絕對足夠 可能是計算方式不同 產生誤解 六都兒童疫苗大型接種站六月一號開打 臺中自然科學博物館現場施打狀況良好 但苗栗縣卻傳出中央原先五月三十一號 預計播配的四千劑兒童疫苗 只來了兩千五百劑 出現短少的現象 苗栗衛生局緊急調動 配發到合約醫院的疫苗 提供校園接種 雲林縣也少了三千三百劑 縣長張立善指稱 疫苗被調撥到南部大型施打站去 只能緊急跟鄰近縣市商界 對雲林的孩子來說 都相當不公平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則提出數據 截至五月三十一號為止以配發九十萬四千六百劑 輝瑞BNT兒童疫苗到各縣市 五到十一歲戶籍人口接種率 苗栗相達到百分之九十六點三 雲林百分之九十六點零九 指揮官陳時中說 沒有抽單的問題 指揮中心強調大部分縣市戶籍人口接種率 都可來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保證疫苗量絕對夠 地方政府如還有需求 應盡快提出 也提醒疫苗屬於防疫物資 有時效性過度存放 以防疫物資 就是浪費 記者 民風龍濤 王維雄 台中雲林報導